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懂人掌握機線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護盤的盤後 我記得班士兵 今天是禮拜五 這禮拜的最後一天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 你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先享四成 好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是上漲126點 歐利息也上漲3.89點 那同學 OTC今天再創新高 OTC今天是再創新高的 那再創新高其實要代表什麼呢 同學其實就代表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在節目上也跟大家提過很多次了 大盤是外資跟關股控盤 OTC是內資跟關股控盤 那外資最近基本上禮拜一到禮拜四 今天有買啦 但是禮拜一到禮拜四他都在幹嘛 他都在賣超嘛 所以其實就外資的部分 可能是因為地緣政治啦 還是什麼有的沒有的關係 他這地方覺得可能 2萬3這邊有點高 他有在縮手 甚至撿買一些股票 但是內資呢 內資 內資會才 歐利息創新高就代表 其實內資 內資就沒在怕嘛 可不是 就沒在怕嘛 所以同學 今天禮拜五 我知道禮拜一 你可能搶著等 走到要死 但是呢你看到禮拜五為止 你有沒有發覺 那個我不敢說我們跟大家分享的盤勢看法 什麼百分之百準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八九不離十 沒有八九不離十嘛 一一的創新高啊 所以呢所以這根是什麼 這根 這根啊 什麼什麼融資過高了 什麼死人骨頭一大堆 所以有的沒有理由 他這一根就是 就是禮拜五所衍生出來的 兩岸地緣政治的影響嘛 地緣政治影響的話 這個禮拜二一大早 我不知道你股票砍光了沒啊 如果你砍光的話 今天你會很痛苦啊 應該是吧 所以其實就是兩岸政治 兩岸政治的話就是 就來得快去得快啊 就差不多這樣子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來聊幾個東西 當然第一個 今天是 同學今天是半年度結算喔 沒錯吧 今天雖然今天是六月的 最後一天 也就是什麼法人作帳啊 集團作帳 什麼有的沒有的作帳 今天基本上就全部做完了 上半年度全部做完 那三百年度全部做完 歐地區又再創新高 所以這個盤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盤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說 什麼七月什麼大回黨啊 什麼拉回幾層又幾層啊 然後跟你講一堆什麼什麼 什麼幾個月的轉折 其實今天的媒體喔 那個有訪問劉泰英嘛對不對 劉泰英啊就是以前的 國民黨大長櫃嘛 我覺得他講的 比較符合我的看法啦 就是 台灣的科技股真的是非常強 台灣科技股嘛 就是科技股真的是太強了 你說真的要什麼回什麼兩千點 什麼回三成喔 兩萬三回個三成 回一成就好了 回一成就兩千點嘛 你回兩千你要用什麼股票去回黨 好同學 你覺得如果說好 我們不要說回三成 回一成就好了 回一成就兩千點 兩千點你要用什麼股票去做拉回 如果說回小股的話 那跌死人了都腰斬了 如果回大股的話就台積電嘛 你覺得台積電 有可能回到什麼一成兩成三成 這麼大的幅度嗎 有可能 你覺得有可能 台積電回三成 台積電回兩成 這機會不太大 因為科技股真的太強了 然後第三季 第四季GB200要出貨 第三季要備貨 第三季又有蘋果股 蘋果要催新機 這是要怎麼大回檔 我也想都沒有 你說漲多震盪這個我相信 漲多震盪我覺得是ok的 因為真的漲很多 你漲多震盪一下 是ok的 但是大回檔 大回檔其實應該是震盪夠無表現 那夠無表現的話 如果說以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昨天我認為這個結構不太好 因為拉那股票 公學 昨天拉的股票你想跟啊 都拉一些 跟公學的芭樂果 都沒賺錢的 都撩錢的 營收打出來都撩的 這是 你要買就買什麼聲威 就是那種能源公司的 什麼聲威啦 反正是說銀豹嘛對不對 宏德這些 就是有能源公司 他們開始怎麼樣 有賣電給台電 你買那些就算 你擴散到什麼太陽能 模組廠那也比較好 太瘋了 今天還有更扯的 等一下講給你聽 好不好 然後第二段 然後第二段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 其實應該這麼講 第二段我們重點放在這個 強勢股的邏輯很相似 好不好 強勢股的邏輯是非常相似 他邏輯很相似的話 其實固製一樣都是AI 好不好 那先來看這個 而且我現在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其實就內資嘛 就內資啊 不如說我告訴你內資 同學我是禮拜就跟大家講內資喔 禮拜一大跌 我就跟他說內資是在的 沒錯吧 禮拜一大跌的時候 你兵荒馬鈍的過程中 聽的心情放輕鬆 該不會 內資在的 內資在的 報紙就內資就在了 既然是內資在的話 又怎麼樣 內資在的話 內資在的話 就是你看到的 就歐尼西歐創新稿 該不會 然後呢 就 能源股的部分 始作原則就這一個 雲爆能源 就他啦 他理由是什麼 就揮答 那同學 揮答到底買多少 買多少店買多少年 買什麼內容完全都沒講 只說揮答去找他 然後就開始噴漲停辦 同學 基本上這個東西 他也不會講了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市場是這樣子 如果講明了喔 大家就會算EPS 會算EPS的話 就知道說 這太貴了啦 我說賣就是這樣啊 算得出來就是太貴了啦 算不出來你再跳下去賣 算不出來 大家都做夢亂拉 坦中其他一下你就進去了 對不對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拉一下 拉一下就會有人進去了 算得出來 哇太貴 基本上就這樣子啊 但是昨天的狀況怎麼樣 從這個擴散到 擴散到這個 同學 要這個 你今天我們去追啊 你今天有追的話 我現在你很痛苦 為什麼 套到了嘛 開高東一個掉下去 掉下去什麼時候會解套 拜託主力趕快幫我拉一下 對不對 是不是變這樣子 拜託趕快幫我拉一下 不然呢 不然這麼爛的EPS 什麼時候會解套 沒人知道 原金是這樣子嘛 四分錢 第一季賺4分 聯合再生 了解 這營收黎黎黎黎 這是要怎麼賣 同學 這種股票 你說片片小散戶 那種不知道還可以 你說這個叫我去跟 我實在跟不下去 今天有一個更好笑 這個啦 今天不是辯論嗎 拜登vs川普 每股多空洗牌 拜登勝選有力電動車太陽能 同學 你看到這個你有沒有覺得 有點歇啊 你有沒有覺得很歇啊 什麼歇法 現在美國總統是誰啊 美國總統不是拜登嗎 美國總統是拜登 他已經幹三年了你知道嗎 他當三年總統了 當三年總統 請問你現在還在看電動車嗎 你敢有跟你看 忘了他了吧 沒在看了 對不對 為什麼 不會漲啊 不會漲嘛 特斯大也是滴滴滴滴滴滴 太陽能 太陽能 昨天才拉第一根 在昨天之前不會漲 不會噹噹 所以今天就開高走低的就知道了 那是怎樣 因為錢回到正規部隊了 你知道沒錯吧 正規部隊就是會漲 你知道嗎 就是投機的 投機的不想玩 正規部隊 就是怎麼樣 就是正規的那個內支 就是大內支 應該說大內支 法輪這邊的 法輪這邊也在進場 不然我問你 同學 這我們跟大家提的 揮達股東會對不對 揮達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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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動這個東西嗎 你覺得這個是 你覺得這是誰在玩的 同學我問你 這我們節目 同學這不是說我們今天長期 來跟大家說這個 這我們前一天就講了 內支在的邏輯 一拳 一拳掌停完隔天 同學這6月26號 那天我生日 我們還辦一個優惠 辦一個快產活動 今天幾號 今天不是28了 應該沒錯吧 這個月 今年結束了 上半年結束了 所以如果說你看這個部分的話 你看這個 掌停嘛 這天是一拳創新高掌停版 隔天怎麼樣 隔天建設掌停版 我是不是跟他說這兩支 這兩支你可以看 讚你可以看什麼 你可以看齊鴻雙鴻 雙鴻太弱了 雙鴻在均線之下 你要看就看齊鴻 那天齊鴻在多少 740 6月26號 我生日那一天 我也沒跟你這 6月26號就齊鴻 不是嗎 看這個嘛 看這個嘛 還有看誰 還有看台達電 沒錯吧 你看這個今天的新聞 上山雙熊拼問頂千金股 都1000塊 現在全部都1000塊 沒什麼1000以下 現在大家都寫1000塊 會不會來不知道 同學 會不會來我不知道 反正那其實就怎麼樣 反正就是 看後面的狀況 看後面的狀況 反正就是大家都 大家都顧1000塊 就是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 獲利如果說 如他們預估的話 欸 12個月 同學12個月喔 是有機會到1000塊的 就是媒體告訴你的 那媒體告訴你 股價有沒有動 其實股價有動耶 有動耶 今天6月18號嘛 那不是 765耶 我前天跟大家講的時候 還在740耶 你看我節目 對 看我節目 對 如果說你資金夠的話 怎麼樣 你也賺20幾塊 扣了手機買5塊好了 5塊給他 你起碼賺個2萬塊 那不是 所以同學 這不是說什麼長起來 你看 齊鴻我也有 齊鴻 齊鴻我也有 但比較貴啦 特別會員這邊去買 但是你會發覺 這是我們一連串的邏輯推論 推下來 買誰 一拳嘛 建設嘛 齊鴻嘛 那不是 這是昨天我們的短線法寶 昨天短線法寶 昨天6月27號嘛 我覺得 我現在我們短線法寶的 那個學員在看節目 我們昨天的短線法寶就一支 叫做建設 我怎麼跟大家分析 一樣 節目上的我再跟你講一遍嘛 對 建設嘛 建設一拳齊鴻嘛 但是呢 但是一拳 比較多 所以看誰 看那個比較長沒那麼多的 對不對 一拳長很多嘛 長沒那麼多 整理過後再噴的是建設跟齊鴻 所以要看誰 看這兩支 對不對 所以短線法寶保佑 說真的同學 我不知道你上半年做怎麼樣 因為上半年在今天全部結束了 其實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就是你的那個報表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現在電腦 那個券商電腦都做得很OK嘛 都做得很詳細啊 那個明星一打出來 今年做怎麼樣 全部都打出來 你到底有沒有賺錢 怎麼樣 全部都列出來 如果說你今年上半年做得不錯的話 當然 祝福你今年下半年繼續賺下去 如果說你上半年做的不怎麼樣 或是說之前可能有賺 這一兩天全部吐光光的 那可能就方寶不太對嘛 對 吐沒有關係 但是操作版就大賺小賠 你不要大賺 結果呢一疊下來大賠全部吐完 那個 那個 你要不要稍微改變一下你的操作方式 那我不知道你做怎麼樣啊 做得好的話祝福你啊 希望你繼續下去啊 那如果做不好的話 我說真的 這個短線法寶再怎麼樣 短線法寶你戴著好不好 再怎麼樣短線法寶不戴著啦 不然就抠訊帶著啦 訊息帶著啦 好不好 那為什麼要訊息帶著 因為我們說實在喔 其實很多股票 台大電在這邊嘛 台大電也繼續送信高 所以就是這幾支股票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對於股票 有沒有一種感覺就是怎麼樣 就是 其實很多會漲的股票 都差不多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差不多 也許股民不一樣 也許故事 其實故事現在都一樣了啦 都差不多啦 一定要跟AI有關係啦 你跟AI沒關係 都不會不太會漲 應該沒錯啊 都要跟AI有關係啊 然後呢 法人這邊有卡進去啦 籌碼這邊是要正向的 基本上差不多這樣子 其實很多股票都非常類似 就是什麼大幅出比上升啊 關鍵K方出現啊 然後有故事啊 甚至怎麼樣 會粗量有續航力啊 就算短線上盤不好 沒續航力它會怎麼樣 它撐在天上不下來 對啊 哪些股票是符合這些的 我覺得哪些股票符合這些 我們第二段喔 再來跟大家說 現在有哪些股票的狀況 是符合這個邏輯的 那符合這個邏輯的話 其實我認為接下來 進入什麼樣 進入接下來的那個第三季 7月份開始第三季嘛 我認為其實也許會震盪 指數也許會震盪啦 但是呢 但是各股表現喔 因為內支債的關係喔 各股表現應該會持續下去 好不好 因為怎麼樣 因為第一個 市場上錢真的很多 然後呢 科技股也真的很強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喔 下半段我們來跟大家提一下 哪些股票 再來第三季喔 你可以做留意的好不好 好 先休息一下 等我回來 並自付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制第015號